近年来,患有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肾病跟抽烟、酗酒、憋尿、熬夜、饮食等多种原因有关 一旦患上这种疾病,在早期身体就会发出多个方面的警惕信号 若是不早点注意到肾病的出现 那么到了中往期,就会增加治疗的难度 严重的可能无法治愈 早期肾病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第一,泡沫尿 通常肾病典型的症状就是泡沫尿 这种尿液是肾功能出现下降的表现 肾功能一旦下降,肾部的蛋白质吸收就会出现异常 导致蛋白尿,使得尿液中的泡沫增多 平时若要预防肾部类的疾病 就要对自己的尿液、排尿等情况进行观察 若尿液持续的有泡沫 那就要去检查肾部的健康 第二,液尿增多 肾部主要是负责人体尿液代谢 若是肾脏出问题,不仅会有蛋白尿,还会导致排尿问题 使得液尿增多 通常情况下,起液的现象是比较少的 偶尔一次的起液都是正常的 若是一夜里面持续起液多次 那么可能就是肾脏异常了 这个时候就是肾脏在发出警告 要多注意肾脏的保养 第三,下肢浮肿 肾脏也负责着水分的代谢 也就是及时将产生的非疫代谢出去 若是肾脏出现异常 就会使得水分的代谢也发生异常 致使水分在体内堆积 长时间下去,就会有水肿出现 特别是双脚、眼前等部位 水肿的现象更为明显 这些水肿都是在提醒肾脏出问题了 需及时注意肾脏的治疗跟护理 另外,建议怀疑有肾病者 每天早期观察眼前的情况 若是长期存在负重 那么就要去检查了 第四,食欲不振 肾病一旦出现 就会影响到人的食欲 然后出现不想吃东西 食欲下降的情况 之后,整个人都会感觉疲倦 精神不佳 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 精神疲倦的现象会更加明显 随着病情的发展 到后期患病者可能还会出现恶心 臭等症状 第五,关节疼痛 当肾脏异常时 就很容易出现尿酸升高的现象 一旦尿酸升高 就会影响尿液的排出 长此下去 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 致使肾功能损伤严重 在中年后 男性就会有关节疼痛 血压升高等现象出现 另外,肾病早期还可能会有贫血 尿路感染等信号 贫血是因为肾脏排泄废物的时候 还能分泌出造血激素 肾脏处的功能一旦受损 造血激素就会受影响 可能导致贫血 而反复的尿路感染 也可能会出现肾功能不全 纵上所述 肾病一旦出现 身体就会发出多方面的信号 出现相关信号的时候 建议立即去进行肾部的相关检查 早点诊断出来 早点治疗 肾病跟日常的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 建议患肾病的人 平时养成好的习惯